如果您长期与抑郁症这些斗争和治疗 但是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不起作用 或者副作用太大时怎么办呢 抑郁症大脑刺激治疗方法应用而生 在这里简单的介绍几种抑郁症大脑刺激治疗的方法 供您参考 抑郁症大脑刺激治疗主要方式包括 电剂疗法ECT 也被称为电修客疗法 它是一种通过向大脑传递电脉冲来诱发短暂的电剪发作 以产生治疗效果的方法 ECT在严重抑郁症 抑郁性精神病 自杀风险高的情况下被使用 因为它非常快速而准效 但是存在一定的副作用和风险 另外种方式叫做生部脑刺激DBS DBS是一种手术疗法 通过在大脑特定区域植入电极来刺激特定的脑区 DBS也是被用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抑郁症患者 特别是对于其他的治疗方法无效的情况下 但是DBS需要精准的手术操作和长期的管理和调节 第三种方式叫做精无磁刺激TMS 在这里重点介绍一下 TMS是一种非侵入性的医疗程序 用于治疗重度抑郁症和其他的精神健康情况 2008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这一款有效 而且无需药物的抑郁症治疗方法 目前TMS已经提供了数百万次的抑郁症治疗 以电极管疗法不同 TMS并不需要进行麻醉 它涉及使用电磁线圈将磁脉冲 传递到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大脑特定区域 在TMS治疗期间 患者会坐在椅子上 并将一个治疗设备放在他们的头皮上 这个设备产生的磁场 可以刺激大脑前额液皮层的神经细胞 而前额液皮层被证明与抑郁症有关 重复的死脉冲可以帮助调节大脑的活动 并且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情绪 需要指出是TMS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它的效果因人而异 这个治疗通常需要历史几周的疗程 并且TMS的益处仍然在研究当中 总体而言 抑郁症治疗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 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症状严重程度 个体差异和治疗反应 以确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另外不同的治疗方式 可以相互补充和增强 帮助患者缓解症状 提高生活质量 最后我想说 对于任何抑郁症的患者 为了你和你在意的人的生活质量 请及早就医 另外相信自己吧 你比你想象的更加强大 祝福你